50多岁的中天主播周玉琴2022年8月5遇警任爱60多岁名罪 政大外交系兼任副教授赖月谦 小俩口2022年11月22日正式登记结婚 事后在脸书大方曝光甜蜜喜讯,闪瞎众人 未料,传出两人计划未来打算离开台湾,让许多观众感到震惊 对此,周玉琴亲自给予回应 回顾当初小俩口认爱过程,来月谦2022年8月上节目时悄悄戴上戒指 被猜测好事将至,后来大方在个人频道秀婚戒 预告年底将登记结婚,最早为公布女方真实身份 后来被证实是周玉琴,女方也在节目中秀婚戒认爱 甜蜜互动,粉红泡泡报表 两人也如其在2022年11月22日正式完成登记 并发文喜喊,今天是个好日子,适合办大事 1122成双成对,愉悦之盟,情谦一世 一起携手共度余生,双方都是二婚 怎料,小俩口才新婚一个月 但据媒体报道,周玉琴受访透露 自己与赖月谦对未来都很有共识 可能去欧洲或大陆常住,但都还不确定 消息传出后,让粉丝们感到十分震惊 对此,周玉琴在脸书晒出三张小俩口的闪照表示 夫妻俩目前还在忙着收集圣诞树的合照 还没有要离开啦 亲自证实短期间还没有要离开台湾 周玉琴是知名的女主播 生于1970年,虽然年龄不小,但她十分优秀 她拥有硕士高学位,而且形象状态保持得非常良好 她的皮肤白嫩,笑容满面 看上去宛若二十几岁的少女,全身上下打扮得十分精致 周玉琴能如此优秀,和她失败的感情有很大的关系 她的第一段婚姻嫁得非常好 老公是有名的财经圈媒体人 曾经主持过各大财经节目 两个人相识后便坠入爱河 不久,二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后来又有了一个女儿 他们的生活过得还算幸福 可最终还是走上离婚这条道路 两个人就此分道扬镳 离婚后的周玉琴没有像其他女人一样 着急地给自己寻找新的对象,而是开启了新的生活 努力沉淀自己 她不断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想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她给自己做好了从工作到生活的详细规划 每一天她都让自己过得十分的充实 本来,周玉琴已为自己就要这样孤独终老了 将女儿养代以后,也算是走完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旅程 不料,50多岁的周玉琴,在年过半百之后 竟然还能够再度遇到新的爱情,迎来了她的第二春 据悉,周玉琴在节目中,与大学教授赖月谦相遇 赖月谦以时事评论家的身份,出现在周玉琴的节目中 由于赖月谦月力丰富,相当冷干 不仅发表了很多让周玉琴感到新鲜的观点 还逗得周玉琴哈哈大笑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枯木逢春的周玉琴,竟然觉得自己又重新恋爱了 于是,在节目中相处过之后,周玉琴对男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即使对方已经一把年纪,已经60多岁了 并且男方在过去的生活中,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或许正因为有着相同的经历,让周玉琴很快的就在赖月谦的穷追不舍之下 沦陷了,周玉琴称赞赖月谦懂得付出,懂包容,有耐心,厨艺也很好 一觉醒来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变了,本来只觉得是私事 没想到那么多人关注 要知道,周玉琴与赖月谦足足相差了12岁 而且赖月谦已经60多岁高龄了 作为一个爷爷级别的人物,还能够找到新的爱情 也得却足够让人刮目相看了 而经常做客政论节目的资深媒体人罗友志 也大爆当初赖月谦追求周玉琴的秘心 笑说女方早就深受感动 她在旁边目击整个过程也开心不已 罗友志表示,赖月谦帮周玉琴准备爱心便当涨达半年 这件事让周玉琴非常感动 至于为何要追这么久 罗友志透露,心思细腻的赖月谦担心便当只有周玉琴想用的话 在同世间会尴尬,因此办公室里的其他主播也获得了小甜头 但这个举动却让周玉琴有点迟疑 不禁猜想,是我独享这份甜蜜吗 不过,也正是因为赖月谦的切而不舍 最终成功地打动了家人的芳心 罗友志还说,经过这段时间的彼此确认 相信两人是真心相守 看着周玉琴,赖月谦半年来爱情萌芽 也非常祝福,并笑说 我不会哭晕在厕所啦 了解这件事后,不少网友也纷纷留言恭贺 恋爱中的面相,甜滋滋的 赖教授是超级暖男,郎才女貌 家偶天成,原定三生 拴住女人味的男人,超级喜欢情千佩 二人不论外在内涵都是绝配 此前,周玉琴在媒体专访时 不仅大方地谈到她与赖月谦结婚的关键 也提到两人交换戒指的日期是 2022年8月13日,并修出圈著彼此的白金对戒 象征爱情永恒不变 为此两人还特地切蛋糕庆祝 幸福地徜徉在爱河中 两人工作在一起,生活也已经在一起 能够幸福的关键在于贴心 周玉琴指出,赖老师的优点真的说不完啊 简单说,她成熟,稳重,负责,真诚 却又是不失赤子之心的大男孩 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兴趣相投 我们住在一起了,所以几乎每天都能吃到她煮的饭菜 她不仅捉住了她的心,也绑架了她的胃 真的是令人称陷的天生一对啊 虽然两人一起工作已经有不短的时间 但周玉琴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动 直到感情一发不可收拾,她透露,她追我很久 但我希望公司分明,一直保持距离 直到我们聊起工作的事,我想当面沟通 也就应了她的邀约,终于答应跟她吃饭 结果那天就从餐桌一直聊天 聊着聊着就到了河滨公园 只是生活与工作都在一起,会不会容易有摩擦 两人的意见是否会不同 其实私下的他们并不复杂 周玉琴描述,我们只会偶尔聊聊新闻 更常讨论的是吃什么东西 还有运动,听音乐 与其轰轰烈烈的恋爱 还不如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这也是他们二人恋爱的宗旨 而赖月谦在其28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 婚后生了二个女儿一个儿子 一家五口有过幸福的时光 可最后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分开了 离婚后的他单身了差不多15年之久 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抚养长大了三个孩子 本来他也没打算再婚 可遇见周玉琴后发现自己坠入爱河 通过做便当等方式讨好女方 最终在其64岁的时候娶上了娇妻 本身他们就已经50多岁了 还各自都有孩子 再婚之后肯定不会再有生育的打算了 往后余生他们肯定是以对方为主 好好的享受接下来的生活 网友们听闻了周玉琴和赖月谦的故事后 纷纷送来了恭喜的祝福 看过两人节目的观众都知道 他们是很有格局的人 谈吐也很高雅 是很般配的两个人 周玉琴表示现在他们夫妻俩的工作 生活都腻在一起 但他不觉得这是一件困扰他们的事情 他觉得这样反而能够互相支持 他们在工作上相互协作 在生活中相互陪伴 2023年5月21日中天美女主播周玉琴晒出婚纱照 周玉琴以一席长袖白纱绝美入境 赖月谦帅气搂七字的满腰 画面绝美 另外一套造型是 周玉琴顶着气质低马尾 身穿亮片礼服 她和赖月谦甜蜜对望 互动散发满满粉红泡泡 周玉琴稍早在脸书晒出一系列婚纱照 并幸福写下 520答应要分享给你们的婚纱照来啦 周玉琴身穿气质白纱 亮片礼服和情侣便服入境 在白纱照中 周玉琴顶着气质公主头 以一系长袖白纱绝美入境 帅穿黑膝装的赖月谦搂着七字满腰 画面正式又不失甜蜜氛围 另外一套造型是 周玉琴顶着气质低马尾 身穿贴身亮片礼服 她小鸟依然的倚靠在赖月谦怀中 另一张则是和老公对望田笑 赖月谦开心笑开怀 光看照片就满满粉红泡泡 而在便服照中 周玉琴把手放在赖月谦肩上 夫妻开心露出笑容 周玉琴婚纱照曝光 获得网一片狂赞 郎才女貌太素配 男帅女美甜蜜蜜 太美了 真的太美 太帅了 恭喜家偶天成 根本仙女 透过荧幕都可以感受到甜蜜 人生苦短 能够找到一个爱自己 自己又爱的人真的不容易 希望周玉琴和赖月谦能够好好珍惜彼此 未来能够携手走过他们的下半身 未来的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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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